然后这边就有下拉清单 这一题逻辑是这样 如果我选一般的话 请你把这边的是一般的 像这个 帮我怎么样 Copy到这里 这个是 再Copy到下一个 这个也是 再Copy到第三个 OK 那要怎么处呢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们要用内建的函数 请各位可以开启云端上面 其实之前我是有讲过 如果要用内建的函数 至少要用什么 if small index 还没有结束 还要怎么样 比对完之后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还要执行大瓜壶 这个所谓的大瓜壶 特别注意 这个大瓜 另外一边 这边应该也有一个大瓜壶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个 这个大瓜壶 特别注意 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是要按下什么 Ctrl Shift 加Enter 这非常非常复杂 这个做法的话就这样 就是你Ctrl C 如果我要把它放到这边来的话 这个地方记得 你一定要输入那个公式 这一串 然后那个大瓜壶 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而是要按下Ctrl Shift 加Enter 然后再向右 向下 OK 这边不是有错误吗 还要再把iflare拿掉 这个其实应该可以 我看一般 这边会多一些怪怪的东西 可以用iflare把它去过滤掉 可是后来 其实我之前有教大家就是怎么做 不过后来我发现 大概交到这边的时候 同学大概已经阵亡了 百分之九十 交到这边的时候 几乎全部阵亡 老师你在讲什么 虽然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是不知道你怎么会做 为什么 因为他等于就是把很复杂的逻辑 全部都放在一个公式里面 而且里面还没办法除错 另外还要执行阵列 所谓的执行阵列 就是有点像VBA里面回圈 在一行里面要执行回圈 而且如果你只要里面有个错误发生 你就会失败 而且为什么失败 也要慢慢去找 相当的复杂 所以后来我发现 同学就跟我讲说 老师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不然我们换一个方法 我们换成用VBA来写 他说 老师你直接跳到VBA写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VBA我听得懂 但是反而刚刚讲的我们听不懂 所以我干脆我就直接 上面的部分仅供参考好了 我想说 我如果把上面讲完之后 因为以前的经验来看 但是这个部分是大家不要可以接着 为什么 因为一样会有K 一样会有回圈 一样就这样而已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程式非常的简单 那怎么写 当 我